朋友们好,美联储加息之后,美股是大涨,结果昨天是掉头杂盘,阴包阳的走势。 这个杂盘还是比较狠的,全球股市都被Bower也给耍了,道琼斯指数狂泄了1000多个点,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都创下了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。 那时候美股暴跌的影响,A股终于结束了连续四天的一个阳线的反弹走势,再度大跌。 这个大跌啊,真的是美股的影响吗?是也不是,说是的话,确实是因为美股暴跌刺激了A股。 说不是的话,其实如果没有美股的暴跌,A股最近它也要调整的。 我们昨天也是刚刚分析过了,A股反弹已经接近了目标位了,对吧? 随时有可能回调,甚至不排除还会跌破3000点。 你看,今天就一度砸到了3000点之下了,收盘也是闲手3000点。 这个走势你说合理吗?合理。 正常吗?正常。 为什么呢?我们看大手机器的趋势啊,之前巴哥给大家画过月线的大趋势。 一开始呢,是上面这条趋势线,后来大盘破位杀跌,又收回了失地, 留下了一个比较长的下影线,我们俗称的金针探底。 按照技术派的画法呢,趋势线就要略微调整,以长下影线的中间位置作为一个低点。 因此啊,趋势线要略微的下移,也就是下移成了下面这条线。 这个是月线图,那么转移到周线级别的话,就是这个样子的。 由于户指周线的长下影线太长了啊,而且这个周啊,只有两个交易日。 如果以这个长下影为基础,一点回踩都没有再来根大阳线的话, 那么,你自己可以感觉感觉啊,是不是心里非常的不踏实。 既然你不踏实的话,那主力资金看着也不踏实,所以必然要回踩。 因此啊,这种技术性的回踩是正常,而且是合理的。 按照趋势线的指示,这波回踩的点位,顶多也就是回踩到2950点附近,也没多少空间了。 这个走势呢,也符合近期我们一直说的,底部修复宽幅震荡为主的节奏。 既然是宽幅震荡,宽幅宽幅嘛,自然要起落无常。 即便没有美股的暴跌这个地方也是要回踩的,美股暴跌只不过造成了短线的走势比较极端。 你最近想要抄底的话,那么这次回踩就是给你再一次抄底的绝佳机会。 如果你因为美股的暴跌,瞻前顾后,犹犹豫豫不敢入场的话, 必然会跟2863点一样,再一次错过抄底的良机。 当然了,如果你是趋势交易者,不想抄底,也是对的。 为什么呢?因为现在市场毕竟还是一个左侧的时间,下降趋势线还没有彻底突破。 没有回归到右侧的趋势,可以耐心的等待趋势行情到来。 本次大跌,我认为美股的影响不是主要的,而是跟人民币的贬值有着直接的关系。 而且巴哥有种预感,后期注册制推出之后,A股很有可能会摆脱美股的束缚,走自己独立的道路。 这种预感说实话也是越来越强烈,42家个股集体退市就是信号枪。 那么就短中期的行情而言,5月份的第一个周现在已经过去了,目前人民币贬值加速,美国经济前景扑朔迷离,美股大跌。 国内疫情虽然有好转,但仍然是,还有反复,国内外局势仍然是比较复杂的。 因此对于5月份,暂时咱们不要期望会走大的趋势行情,还是以底部震荡的思路来对待。 这个是5月份总的基调,一定要搞清这个,搞清这个很重要。 搞清这一点的话,你就不用一激动就梭哈了,就不会过分的贪婪,涨了舍不得出了,也不会动不动就满仓压上全部身家了。 那5月份的主线板块,我坚定的看好政策红利主题的机会。 经济越不好,市场越低迷,政策的红利就会越多。 稳经济促发展将会是5月份的市场核心。 因此,稳经济促发展的新基建,数字经济等符合政策大方向的成长热点板块,我们一定要重点去挖掘。 记住5月份行情的几点总结吧。 底部修复,宽幅震荡,低息高抛。 不怕,不贪,控制仓位,等待趋势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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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赞。